编炮生四起大选后隔天 挑战平地元民立委连任成功的陈寅 穿上族人手气的战袍向族人卸票 也让族人是沿着马路欢迎陈寅的到来 他亲以爱民 而且他常常来到我们的部落 关心我们部落的任何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本部落的写民都是支持他 全力支持 我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原住民 把我们的同胞的生活品质 全部提高 特别是在这个假牙补助的 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是对很多部落的阿姨或叔叔们 我觉得是最大的福祉 帮助他们比较好吞食物 在饮食上也比较好进食 而族人对陈寅的肯定 也反映在选票上 根据中选委会统计 陈寅此次连任的票数是来到了27,431票 不止比上一届多出了1,500多票 更创下陈寅参选五届立委以来 最高票的得票记录 而获得更多族人的信赖 陈寅14号的谢票行程 更是从屏东南部 一路经过潮州满洲 下午则是到了台东大五乡 看到选民我就活力满满 我想今天这场仗的胜利 不是我个人的胜利 我们复选团队是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其实包括外岛都也非常感谢大家 也在过去大家可能因为党籍的关系 有时候会比较害怕接近我们 在这几年我努力的耕耘跟服务 也受到大家的肯定 然后由大家加入我们一起来建设 在族人热情的应援后 陈寅也将起身回到台东市 继续谢票行程 同时也继续投入 未来四年立委的任期 原选总大师噶哇台东大五采访报导